你还喝酒呢 天他不喝的 这娃 这娃去打鬼子去了 那是好事 对不对 天他咋的 想开些想开些 对对对 坐来指他 坐来指他 坐好去 好 来 好 吃上馅 喝上馅 哎呀 我跟你说 喝上下酒 我不喝 吃上馅菜 喝上馅酒 我跟你说 我都说完了以后 你肯定就想碰到 先把这杯酒喝到 来 为嫂 就为娃娃去抗日打鬼子 把她干脱 这个没了心的妈 这个没了心的妈呀 你把娘就这么痛啊 你就走到我 这放哭喽 你叫我怎么换的事啊 不哭喽 你叫我怎么换的事啊 不哭喽 不哭喽 哎 你看我 我们往小里发 不哭喽 我又不是让土匪保障齐了 那是跟上 共产党那打鬼子去吗 跟上共产党人走着 那准备让土匪保障走得好吧 对不对 哎 我我我往大里说 你说 我这一次为啥离家出租 说明啥喽 这说明啥 我长大喽 长成汉子喽 知道干大事了 你说一个儿子 天天守着我们两个人身边 有啥出息 不出息 要想干大事 那就必须往外闯啊 不闯就闯上 为啥要瞒着爹娘偷着跑出租的事 哎 这真是我要跟你说的 你听着 你不要看我们的话 平时啊 那摟摟实实的 啥话都不说 你看 那肚子里有一肚子的话 那是不愿意跟我们说呀 你说他为啥 跟我们说要换个活发呢 那就是对我们 对你对我 不 当然 主要是我 对我这个当爹的不满 那他既然对我当爹的不满意 那他离家出租的能跟我说吗 能跟你说吗 对不对 肯定不能嘛 再说 那说那跟共产党人去打鬼子起来 我们就能放他走吗 那肯定不会放他走 这个到底清楚了啥 这个娃呀 太小娃了 那不愧是我的娃 我小的时候嘛 也是一心想干一番大事 老想着我昨晚迟早要成为 传门阵有钱有势的人 对 自苗 几十年 我聘聘打打 辛辛苦苦地成了 对不对 我们终于出人头地了 高人一等 对不对 但是 又能做个啥 你再做了你还是在那个 小小的传闻阵上嘛 那仙人们说得好吗 说得这个 人的心有多大 这个天就有多大 看来喽 那我们的心上 也就只有传闻阵这么大 那个天上 也就只有巴掌大的天 那就让你娃把我们看扁喽 你娃的心哪 那比她跌的大 天也比她跌的大呀 不要说传门阵路 这么大的个兰州城链 都没有把你娃拴住 你娃将来啊 又是干不出一番大事才贵了 我就不信 好吧 好 汉子 你说 我们能不听 我们对娃高兴吗 就你嘴张嘴上 就是天大的坏事上 叫你这么一说 也就成了天大的好事喽 好 发教育了 那我们就听娃的 就换个画法 这个门上不是挂了一块 开明绅士的牌子吗 那我们就听娃的 就多心善多积德 做一个真正的开明绅士 嗯 好不好 好 一点 来 我们两个 为我们的娃 在外头 能够平平安安地 把她去干头 干 干 好 我 我 那地方啊 你竟然是不死大傻心 也不能回来了 咱不好哭啥 哎呦 你不是说着咱们的娃去干啥大好事去了吗 我你竟然说着咱们哭在啥 我 我哭在那时候比我妈高兴了的 高兴 来 再喝 爹 你喝药吧 爹 喝药吧 爹 爹 你把这药喝了吧 哇呀 你爹的病不是药能治得好的 大白 火爷 那个土匪李火德 二叔来了 让你去风凉滩的伙子碑那见他呢 你看 看完了 这好好的事咋弄成个这呢 好好的事 一开始啊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全祸 算好了 你说 现在这个事情咋办呢 我嫂子已经气着病倒了 这件事情要是在黄河边传开呀 我们李家的脸忘打放 丢人呀 把人丢大了 是是是是 丢人 丢人啊 哎 可我觉得这事 跟白善明没啥关系啊 哎 那肯定啊 是白翠翠这个王啊 给逼得没办法 在出嫁之前就想出这一招 对付我们呢 哎 弄不好啊 就是白善明这个老东西 给翠翠支的招 哎 那不会 善明我知道 他不是以前啊 让白翠翠啊 嫁给你家傻娃 那是真的 哎 为这事啊 他瘴气的都吐了几天血了 到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他活该 他不想嫁翠翠 可以不嫁呀 谁逼他了 反正我们李家没逼他 这不是逼不逼的事 这是火爷和我们喝了血酒 起了血试 那谁能不办 谁敢不办你说 你瞎扯 你们就是不办 火娃能把你们咋样 这事你也知道 我们不是报火爷的大恩的吗 愚昧 一群家伙 可你 火娃是在这里干了一件好事 可你们也不能因为他干了一件好事 你们啥都听他的 他让你们吃吃你们也吃啊 火娃这件事干的是饿了点 可你们也太愚昧了 可你嫂子他也 我嫂子咋了 我嫂子是为了老娃好 哪个当娘的不为自己的娃考虑 白杀明来了 杀明大哥 什么事啊 血姑 出 出啥事了 你在这儿待着 我们说点事啊 出啥事了 你过去就知道了 小心 出 出啥事了 你自己看吧 你看这事 谁也没想到 翠翠会干这事 你说咋办 反正我把话 跟喜贵已经说清楚了 我来的目的就一个 我们老李家丢不起这个人呀 你们说咋办 我在世子探 等你们回话 沙民大哥 你看这咋办呢 你笑傻呢吗 哎呀 翠翠这碗有种啊 我们救不了他 他自己把自己救了 哎呀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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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嫂子 吃点饭吧 想开一点 还是吃点饭吧 嫂子 嫂子 荆德 来 来 劝劝你娘吃点饭 娘 吃饭 嫂子 娘吃饭 嫂子 给你爹跪下 去 跪下 跪下跟你爹说 说你娘为了你的 娶媳妇的事 给李家丢人了 爹 娘为金娃娶媳妇的事 给李家丢人了 还说 金娃不再娶媳妇了 金娃 说 不再娶媳妇了 娘 金娃咋能不娶了呢 还娶啥 啥啥 你去 没你啥事 还娶啥呢 你这个小妖精都跑了 跑就跑了 不提了 爹 金娃以后 不娶媳妇了 小妖精跑了 白醉跑了 嫂子 这 嫂子 这 嫂子 别嘴啊 你上哪儿去了吗 我去哪儿 嫂子 白醉醉不明不白都好了 我们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我到大陆村去了 他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老李家丢不起这个人 我们在黄河街上 是 嫂子 别说了 嫂子正在为你去找他们的事情生气呢 你不让他去 你偏要去 这都是火蛙惹的话 你跟人家要啥说法呢 还不嫌丢人 行了 跟我去大陆村 我想计算一下 我来听着 胡你的 口吵 我来不演 这要是 黑锅 就像他们这段 你也談不敌人 好 我来 她很期待 把谀判 十四 跟着 你 你 我来 我来 怎麼樣 来 哎呀 好我的老姐姐 这个杯不能挖呀 两个头的人都来了 你挖杯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啊 是啊 你得有个说法啊 有个说法 那我就告诉你们啊 我李嘉 在这个黄河边边上 是有木工多的啊 啊 足足备备是堂堂正正的啊 对不对 可是今天李嘉丢人了 娶上来的媳妇跑掉了 为啥 都是火灯热的花 火灯热的花 那就是想给你们做 争点邂逗的事情啊 这就是事情的根源 这是啥杯 啥杯 是李嘉的屈辱杯 丢先人的脸了啊 我李嘉 我李嘉从来都没有强剧别人女子的事情了 从来都没有啊 这是丢人了 我今天老婆子给你们聊下了一句话 你们不挖 愣要立这个被 我老婆子就装在这个被前头 挖不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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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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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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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后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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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个刻的是红楼梦 那这个呢 这个是太白醉酒 这个呢 这个刻的是西江记 一个破红楼刻成这样 真是不容易啊 我娘就喜欢这个 我们小的时候 她没少刻这个东西 给我们当玩具 那这个呢 这个可是我们店里最好的 一群人在给她注寿 这是寿葫芦 寿葫芦 这寿葫芦多少钱一个啊 这个你要是真心想要 十块大洋拿走 这 你这店是土匪开的 要抢钱啊 军爷 这是工艺品 是艺术 狗屁 一个破红楼刻两个字 就是个艺术了 你是欺负我这大洋醋 啥也不懂吧 我哪敢呀 去 给我拿两个烧红楼去 对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 那她说话你能听懂吗 不懂 军爷 这我做不了主啊 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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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去看看吧 有人在下面闹事 你等我一下 老子在闲闲打鬼子 大侠一只眼不说 身上还挨了三枪两次刀 能活得回来给我娘过寿 那是老天开眼 长官息怒息怒息怒 是我 我是马龙啊 马 马 马龙 臭小子 怎么是你呀 臭小子怎么是你呢 这店是你的 马葫芦马葫芦 你要是东西啊 就成了李葫芦了吧 臭小子 你拿我娘教你的手艺 发了大财了吧 哪能呢 不说了不说了 来 我给你个惊喜 啥惊喜啊 臭小子 够了 走 臭小子 君爷 你那枪 拿过来 你怕啥呀 他又不咬你 他真 走 我这一楼是门面 二楼库房 三楼呢 是客葫芦的作坊 你到底给我啥惊喜啊 你看 那是谁 水娃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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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娘 你真是水娃 二哥 二哥 你可把娘给想死了 我也想娘啊 娘她好吗 三楼 二哥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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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那水娃小子 我就爱哭 这么大了 还改不了 到柳村和陈佳寅也是好意 人家觉着啊 对不住我们老李家 所以 才请苏家班 来咱世子滩 唱三天骨子大戏 说是给你祝寿年 嘿嘿 这叫祝寿年 那是叫折寿年 哎呀嫂子 这是傻话吗 傻话呢 你说说 人家凭啥给我祝寿年 嗯 是为了火娃那点事 催催那点事 哎 想让黄河边边上人都知道 这头肥 要逼着人家娃干啥干啥呢 哎 这说呢 呵呵呵 好好好 就听你爹 那这个祝寿的戏 咱自己请苏家班来唱 不唱啊 唱啥嘛 嫂子 苏家班是咱子家的 是樊天鸿敢要钱 还是她姑娘敢要钱 你不想让大柳村和陈家营 掏这个钱 苏家班就不准她这个钱了 咱自家给自己唱三天大戏 不过分 哎呀 胡扯你 你胡扯呢 我不是说的钱的事情 我根本也没想过这个时候 我过啥说啊 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了 你看 这四个娃走了仨 我就守着这么个傻娃 我还过啥说 谁给我过 不过 娃娃的事是娃娃的事 你别往一块扯呀 哎 嫂子 人一辈子有几个五十 这可是你的大寿啊 哪有五十大寿不过的理呀 哎她说 你要闲的话 你过来帮个说 说九十字 哎 哎 娃娃都不在 就你和今晚两个人 能吃了这么多的柿子 哎 你们啊你们 你这话说的啊 我心里头两病病 我告诉你啊 娃娃在我做 娃娃不在我还是做 我还等着娃娃回来 吃我做的九十字呢 你们别说啊 这些狗日的鬼子 还是不要命的厉害啊 娃娃娃的往上冲 你再厉害你是鬼子呀 咱中国人也不是吃素的 你厉害 我批你更厉害 你不要命啊 我批你更不要命 我们团长说了 弟兄们 一定要守住山头 就当是山头后面 住在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那儿 如果山头丢了 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 就没命了 就我们这个赵团长 当时他是营长 他长得呀像个秀才 就跟水蛙一样 可人呀 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你们知道黄埔军校是干嘛的吗 那是出将军的地方 当年啊 蒋委员长就是那儿的校长 就是这么个白面书生啊 打起仗来 就和疯了的狮子一样 眼都打红了 一个山头被我们营 整整地锁了三天三夜 被我们打死的鬼子 在阵地面前 黑压压地躺了一片 我们的人 也剩下十几个了 还都是挂了彩的伤兵 就这样 那山头愣没让敌人 这个攻下来 这一仗打完以后 我们营长就成团长了 我呢 就成团长了 我们团 就成了英雄团了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